像大姐那样十里红装 十里红装 你出得了十里红装 大娘自己嫁过来 她的配嫁自也是剩家用的呀 只有这天底下最美出息的男人 才会打女人嫁妆的主意 你看看大娘子那个姐夫 我那个年轻康大人 她不就是动了王家的嫁妆 到了现在在王家的面前 她一直抬不起困 你敢信吗 宋朝女子出嫁 竟比现在男人娶老婆要男 因为嫁妆必须要远远超过彩礼 以至于许多百姓家根本负担不起 甚至嫁妆之高 就连皇室贵族都望而生叹 大文学家苏哲曾经为嫁个女儿 就被弄得倾家荡产 而当朝宰相司马光 也被逼得直接发文痛批 这究竟是因为宋朝的女子太多 还是古人都很喜欢内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宋朝的天假嫁妆 在宋朝有这样一句说辞 子游游舞女 负债如山鸡 意思就是说 家里的女儿越多 家中的债务就会越高 一般这种家庭 盗贼都不会去光顾 出现这样的情形 主要是由于宋朝后嫁之风盛行 为了让女儿 风风光光的出嫁 大多普通户人家 从女儿生下来的那一刻 就要紧一缩时 一笔笔攒钱 倘若哪个家庭 没有做好这一项工作 那么到女儿出嫁时 就会卖房卖田地 四处借钱给女儿凑嫁妆 要是凑不够的 女儿就可能会嫁不出去 那么裴家的嫁妆 到底要达到多少 古时 人们常用良田切目十里红妆 形容嫁妆的丰厚 其中的十里红妆 在宋代 尤为盛行 由于女方家的嫁妆 过于丰富 以至于装在大箱子里 都必须要两三个人 才能抬动 这一单单一杠杠 都是朱漆溜金 流光异彩 既洋溢着吉祥喜庆 也透露着女方的富足家产 而且 宋亲的红妆队伍 经常是浩浩荡荡 蜿蜒树立 甚至有的奖牌面带 队伍会从女方家 一直延伸到夫家 没有十里红妆 再漂亮的姑娘 也难嫁出去 一时间 男方家仅靠陪嫁过来的嫁妆 就能发家致富 看到这些 不少男性同胞 是不是都想生活在宋代 这结场婚 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确实是这样 不过 这在当时 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宋朝的才子 只爱娶有钱人家的女儿 这导致婚恋市场 十分残酷 而在一定程度上 还极大刺激了一些人的 攀比心理 男人开始逐力好才 先贫爱富 触对象时 不再看对方的品贸才学 满脑子只想的是 嫁妆的厚薄 在住 书仪轻吟中 司马光曾痛批道 经世俗之贪比者 将娶妇 先问资装之厚薄 将嫁女 先问品财之多少 而就是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 不赔丰厚嫁妆 反而成为社会上的一种羞耻 其中保守这一风气的迫害 就是大才子苏哲了 苏哲和著名的文学家苏氏 是兄弟 他们与父亲苏荀 合成为三苏 在文学风采上 苏哲可能要稍逊于苏氏 但在官场上 要比苏氏混得好 而且地位也很高 在众文轻武的官场上混迹多年 苏哲想必是家产不费 然而 在嫁自己小女儿时 苏哲却一度抽出莫展 因为像他这样身份的人 女儿要陪下的嫁妆 实在是太昂贵了 为了迎合社会风俗 身为名士大夫的苏哲 可谓是倾家荡产 他先是把家里 所有能卖的东西 全都卖了 而后又索性 卖掉自己家的风水宝地 最后总共凑齐了 9400罐的嫁妆 让女儿全都带回了 夫君家里 宋朝女子出嫁 没有个几百万当嫁妆 就可能嫁不出去 可男方却只用出很少的财力 甚至不用往外拿 就能任意挑选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文豪苏哲 曾为嫁出女儿 一共置办了9400罐的嫁妆 9400罐折合到现在 价值多少钱 按照宋朝的社会购买力来算 一贯钱约等于现在的三四百元 9400罐换算下来 就是三四百万 然而 女儿风风光光出嫁的背后 留下的就是 自己家的辛酸类 苏哲的晚年生活过得十分窘迫 其实别说她是一个臣子 就连皇帝老二也为嫁妆一世感慨 宋神宗曾经吐槽到 嫁衣公主 致费七十万民 也就是七十万贯 虽然是为了体现皇家颜面 但毕竟这是皇帝嫁妓女 有多少男子 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可这就是 宋朝女子出嫁的现状 千万不要觉得 南方给出的彩礼 要女子出嫁的嫁妆多 宋时李志记载过 皇子娶老婆只需要花费一万两 而公主下嫁就得花销十万两 说明宋朝时期 嫁妆已经远超了彩礼 看来嫁女儿是一件亏本的买卖 而寻常百姓家办婚礼 自然没有皇族那样阔绰 但嫁妆少说也得几千块 或者几百块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甚至是从女儿一出生 家里就要开始攒钱 因为如果到时拿不出来 不仅姑娘会被婆家欺负 还会被乡邻幼舍看不起 所以就出现了女子出嫁时 嫁妆越多 地位就越高的现象 反过来 男方家根本就不用出很多的彩礼 甚至有机会登科吉利的才子 不用花一分钱 就由姑娘争相来嫁 那么问题就来了 宋朝为什么会出现天家嫁妆 女方家不给不行吗 不给还真不行 有关野史记载 北宋年间出现了很多大龄圣女 而这些姑娘的相貌也不差 之所以没有出嫁 主要就是因为家里穷 拿不出高昂嫁妆的缘故 也许你会觉得 这是不是因为是宋朝姑娘多 汉子少 我们也经常会在影视剧里看到 古代男人个个都是三妻四妻 其实不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 不是女人嫁不出去 而是男人不愿娶 这就导致很多大小伙子 年过三巡 就是不提亲 在他们心里 一直看不上那些 拿不出嫁妆的女方家庭 因此也就这样一直拖着 另一方面 古代的女子地位十分低下 已婚女性 不光要包揽一切家务 还要养育孩子 照顾父母 而男人要做的 只有一项内容 那就是求娶功名 宋朝是个 众文轻武的朝代 文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极高 官府还放宽了 科举考试的录取范围 这就极大刺激了民间广大男子的功名欲望 只要能够位列倾向 哪怕是十年寒窗 他们也觉得值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又提高了男性的社会地位 特别是那些博学多士的秀才 深得女方富贵家庭的器重 毕竟谁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找一个成龙快虚呢 至于昂贵的嫁妆 这是宋朝商品经济 发展到顶峰的社会产物 纵观中国古代史 宋朝基本上能称得上 最有钱的朝代 就连繁华圣貌唐朝 也不能与之匹敌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人们都非常有钱 他们为了让女儿在南方过得好一点 对于签嫁嫁妆 也就不在乎了 娶老婆不给彩礼 还能收获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的嫁妆 听起来就像是春秋大梦 但在宋朝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因为只有这样 女人才能在夫家挺之腰板 在宋朝士大夫阶层的眼里 巨额的嫁妆能够缔结良好的姻缘 换句话来说 女方家希望用足够丰厚的嫁妆 来维系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和亲情 嫁妆之多 亲情就越深 他们希望即便是嫁出去了女儿 在将来也能得到女婿 甚至是外孙的帮助 这也是女方父母为自己留的后路 由此可见 古人也是非常现实的 俗话说得好 嫁出去的女儿 拖出去的谁 在古代 大多数姑娘嫁出去之后 一年回娘家的次数 微乎其微 一来是由于古代 没有现在的交通工具 长途跋涉 很是辛苦 二来是男尊女卑的思想 根深蒂固 很多已婚夫妇 不是不想回 而是夫君不让回 在梦花路中 葛昭帝的母亲 因为当年在出嫁的时候 只带了十冠的嫁妆 就一直被夫嫁看不起 甚至是被欺辱 所以在宋朝 很多女方家 宁愿是倾家荡产 卖田卖地 也得给女儿 凑上丰厚的嫁妆 只要嫁妆够多 已婚女性 在夫君家的地位 就会更高 就不会受到 娘家人的欺负 宋朝奉行的后嫁之风 导致嫁妆数目夸张 无数家庭掏空积蓄 甚至是欠债无数 和她们 却不怕自己的女儿 遇上白眼狼 或者是对方 卷钱跑路 因为这一切 都是有保障的 大宋律法规定 嫁妆是已婚女性的 私人财产 无论是丈夫 将嫁妆带走 也就是说 这些嫁妆到了男方家 妻子有绝对的 自由支配权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即使女方去世了 在没有遗嘱说明 嫁妆归属的情况下 男方也不能私自动用 娘家如果不愿 留给男方 会按照当时的清单 将嫁妆全部收回 宋朝的这项法律 很好保证了 女性的财产继承权 所以她们有时 也不用担心 女儿嫁过去 会受到欺负 毕竟昂贵的嫁妆 还在那放着呢 男方家也不傻 不会和钱过不去 而随着历史车伦的前进 宋朝的天价嫁妆 早已被时代潮流所淹没 女性的社会地位 也在不断地提高 但如今却又衍生出了 天价彩礼 让许多男性同胞 是叫苦不跌 那么对于这两种 昏俗风气 我们又该如何 正确看待呢